大家好,我是江明忠 台湾民众党提名的北区中西区台南市议员参选人 这一次有机会代表民众党要参选 其实我们主要的原因是在于说我自己本身是一个爸爸 其实我是从新北市移民到台南来的 当初是第一个孩子刚要出世的时候 我们觉得想要换一个环境 所以尝试找各个县市的一个区域 然后发现说其实台南它非常适合带着孩子一起生活在这边 所以就决定的搬来台南 所以我住在这里大概是十年的期间 那十年以来我其实都是定居在北区这边 那其实长时间看了之后就发现说 其实在我们这个区域 它其实还是有许多的问题需要面对 所以我这次参选议员我有一个很大的重点 就是步行城市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常常在讲台南就像是在台湾的京都一样 但我们知道京都它其实在步行这件事情的体验是非常的好 很多在台湾的朋友 他在台湾这边其实都不太爱走路的 那其实到了日本到了京都的时候 就会发现他走了即使走了半天走了一天 还是觉得一直想要走下去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台南非常有资格去做 因为台南有非常多的名胜古迹 有美食也有很多的历史街区可以走 那这样我们可以把这个整个的步行的体验提升 那我们就有机会把整个台南的经济啊生活 各方面都有机会带起来 那我当然就是觉得说这个方向它的确是需要更多的共识的凝聚 所以除了这一次的参选议员之外 我也会好好的利用竞选的期间 好好的跟大家沟通 然后跟大家讨论 然后希望它最终形成一个共识 让我们一起让台南变成一个步行城市